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成本有固定成本 花在固定要素上的费用 也有可变成本 花在可变要素上的费用 然后两者加在一起才是总的成本 哪些是固定成本呢 生产设备 厂房 它的折旧费用 占用资金的利息 还有当企业停产的时候 我必须留守工人要支付的工资 这是固定费用 即使没有产量 我也必须支付这些成本 那么可变成本是没有产量就不需要支付 谁知道产量的变化而变化的成本 这是可变成本 那当然对企业而言 我不仅仅关心固定成本 可变成本 和两者加在一起的总成本 那我也关心 我每单位产量分摊到的固定成本是多少 可变成本是多少 总成本是多少 当然对企业而言 它在做决策的时候 更常关注的是 当我的产量增加的时候 我要增加的成本是什么 还是我们经常举的例子 一个咖啡厅 营业时间到晚上12点 然后决定我要不要多营业一个小时到1点钟 多生产一些服务 咖啡服务 它要考虑的是 多营业一个小时 带给我的新增成本 水电费用 员工的加班 工资 还有各种各样的原材料的费用 到底是多少 这是编辑成本的概念 那么按照这个理解 我们可以看到 短期的成本 就像这个表格里面所描述的 一共是七种成本 首先一类 总量的成本 固定成本 可变成本 总的成本 那么对这些成本进行平均 平均固定成本 平均可变成本 和平均总成本 然后是编辑成本 这样我们看到 在短期内 企业的成本 有不同的测度指标 一共是七种成本概念 我们想了解的就是 当我们的产量不断增加的时候 这一成本是怎么在发生变化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总成本 总成本的变化规律 即使没有产量 也必须支付成本 也就是其中的固定成本 看一下这个头 总成本曲线 从纵轴的上方某一点 FAC的部分 开始 这部分是固定成本 然后随着产量的增加 总成本 轴件增加 那总成本是以什么样的规律 来增加的呢 在这个头里面 在总成本曲线里面 以A点为键 在A点一组的地方 产量比较少的时候 产量不断增加的时候 总成本会以一个 递减的比例增加 为什么呢 因为边际报酬是递增的 但是过了A点以后 再继续增加产量 而且又是短期 我们把可变要素 不断投入到固定要素中去 来增加这些产量 这个时候 总成本的增加速度 是慢慢在增加的 这是总成本的变化规律 再看一下 其他成本的变化规律 平均固定成本 因为固定成本是不变的 所以每单位固定成本 一直是递减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双曲线的正双曲线 AFC 编辑成本 平均可变成本 平均总成本 都是先下降 后上升的一个 优形曲线 第三点 平均成本 或者说平均总成本 它的变化规律 先下降后上升 什么时候下降 什么时候上升呢 是取决于编辑成本的 因为编辑成本是 先下降后上升的 所以一开始 编辑成本会小于平均成本 这个时候平均成本是下降的 既然编辑成本是先下降 然后再上升 所以最终会出现 编辑成本大于平均成本的情况 这个时候 再增加产量 再增加可变要求的时候 平均成本是上升的 那么在中间的位置 当编辑成本和平均成本相等的时候 平均成本 或者说平均总成本 处于它的最低点上面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还是可以用一个班里面的 平均成绩和编辑成绩的思维 来进行思考 我们可以参考 编辑产品 平均产品之间的关系 第四 平均可变成本 平均可变成本 先下降后上升 为什么先下降后上升 也是和编辑成本有关的 这一点和编辑成本 和平均总成本之间的关系 也是一样的 那这样我们看到了 短期内 当企业产量要增加的话 需要可变要求不但增加 固定要求固定 这个时候成本的变化规律 总成本失去递增 先以递减的比例增加 再以递减的比例增加 这意味着编辑成本 先下降后上升 那么平均固定成本 是一直在下降的 编辑成本 平均总成本 平均可变成本 先下降后上升的 优形曲线 而且各种平均成本 之所以先下降后上升 和编辑成本有关 这样我们看到 短期成本变化规律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 编辑成本先下降后上升 那为什么编辑成本 随着产量的增加 会先下降后上升呢 原因在于 编辑产品 随着产量的增加 随着可变要素的增加 它是先上升后下降的 我们可以用这个公式来说明 可以准确的说明 为什么编辑成本 是先下降后上升的 因为编辑成本 和编辑产品有关 从这个公式的推导中 可以看到 当产品不但增加 要求要素 可变要素不但增加 而固定要素资本 是固定不变的 这个时候编辑产品会先上升后下降 反过来 编辑成本先下降后上升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 在长期 企业的生产成本是怎么变化的 当它的产量增加 产品增加 它的规模已跟着扩大的时候 它的成本是怎么发生变化的 长期和短期不一样 短期内有些要素固定 有些要素可变 资本固定 劳动可变 但是如果时间走够长 进入我们所要分析的长期的时候 所有的要素 包括劳动 也包括资本 都是可变的 所以关于长期成本的变化规律 我们可以归纳为如下四点 第一 在长期 所有的要素都是可变的 所以不存在着固定成本 和可变成本的区分 长期内的成本只有三个 长期总成本 长期平均成本 和长期编辑成本 第二 长期平均成本 和长期编辑成本 是随着产量的增加 先下降后上升的 呈现出一个优性曲线的形状 第三 长期成本 无论是长期总成本 长期编辑成本 还是长期平均成本 都是短期成本的一个包裸曲线 或者通俗一点说 长期成本 是短期成本构成的 长期总成本 是短期总成本构成的 长期平均成本 是由短期平均成本构成的 长期编辑成本 也是由短期编辑成本构成的 第四 长期成本的变化规律 平均成本 和编辑成本 都是先下降后上升的 优形曲线 在趋势方面 方向方面 和短期成本的变化是一致的 但是 它比短期成本变化更为平缓 也就是说 在短期内 当平均成本和边境成本 已经经过下降阶段 开始上升的时候 如果是长期的话 这个成本还会继续下降 下降一定时期以后 才开始上升 所以更为平缓 我们可以从长期成本 如何由短期成本构成来说明 为什么长期成本更为平缓 我们看一下这个头 这个头代表着一个企业 生产所需要支付的各种各样的成本 指的是平均成本 恒久是产量 重组是平均成本 我们假设这个企业 面临着三种生产规模的选择 小的生产规模 中等生产规模 和大的生产规模 相应的 它所要支付的平均成本 也各不一样 小生产规模的平均成本 在左方SACS 比较高一点 中等生产规模的平均成本 SACM 在中间要靠下一点 大规模的生产 所带来的平均成本 是SACB 在靠右方 要高一点 为什么中等生产规模的 平均成本 是在靠下方一点点呢 因为有规模经济的好处 这个时候是四度规模 所以成本会低一点 短期内 这个企业不能够改变生产规模 一旦把生产规模 确定在某一点上 必须在这一点生产 比方说 如果它打算生产的产量 在这个头里面 是A点的话 恰好它的生产规模 没有选好 是处在中等生产规模 也就是SACM的位置 但是在短期内 它没法改变生产规模 那么它只能够承受 在这个C点的平均成本 显然这个成本 要比小生产规模 要高一些 如果它更加不走运 在上个时期 做出了错误的决策 把生产规模 扩大到SACB的 这个规模上 成本曲线 平均成本曲线 由SACB来表示 如果它的产量 还是在A点上 用10条生产线 来生产 一条生产线 就能解决的产量 成本是非常高的 在D点 但是短期内 它没办法 削减生产规模 减少生产线 所以只能够承受 这个高的成本 如果在长期 市场仍然不景气 只能生产A点的产量 这个时候 如果还保持 大的生产规模 和中的生产规模 就是不经济的 那它就要想办法 把10条生产线 8条生产线 把它缩减 缩减成一条生产线 我们采用 小的S的这种规模 相应的 它所面临的成本 就是SACS的 这个平均成本 在B点上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 按照这个确定 生产规模的原则 我们可以 很容易得出结论 如果这个企业 只有三种生产规模 可以选择的话 那么它的产量 在低于Q1的时候 它会选择 SACS的生产规模 选择SACS的平均成本 如果它的产量 由于市场比较好 产量在Q1和Q2之间 那么它会选择 M中等的生产规模 它的平均成本曲线是 SACM 如果它的产量 是在Q2以右的地方 也就是说市场非常的繁荣 需要有更多的产品 它的供给量大于Q2 这个时候它会选择 最大的生产规模 B的生产规模 相应的成本曲线 是SACB的短期成本曲线 这样我们就看到 从长期而言 它的长期平均成本 应该是由三段构成 在Q1一左的地方 是SACS 在Q1到Q2之间的地方 是SACM 在大于Q2的右半部分 是SACB 进一步的推论 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这个企业 还有更多的生产规模 可以选择 可以选择一条生产线 8条生产线 10条生产线 也可以选择 0.5条生产线 3.4条 3.8条 3.41条生产线的话 假设它的生产线 是无限可分的 那我们就会发现 在这个头里面 会有无数个 短期的平均成本 如果有短 无数个短期平均成本 那么它的长期 平均成本曲线 就是一个非常平滑的线 事实上是 把各个短期 平均成本曲线 把它包罗起来的 这就是长期平均成本 为什么更为平缓 已经了解了 在长期 总成本 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 是怎么随着产量的变化 规模的变化而变化的 那为什么会呈现出 这样的一种变化呢 在长期 为什么这些成本 平均成本 边际成本 先下降后上升呢 它的原因在于 规模报酬变化为例 当产量增加 要求生产规模扩大的时候 一开始会出现 规模报酬递增 然后出现 规模报酬不变 最后出现 规模报酬递减 所以相应的 它的长期平均成本 先下降 后上升 那需要注意的是 规模报酬的变化规律 规模报酬的三个阶段 所对应的是 长期平均成本的三个阶段 先下降 然后不变 最后再上升 而不是长期边际成本的 三个阶段 这点和短期的生产规律 短期的成本规律 是有差别的 我们看一下 新的长期平均成本 和过去的长期平均成本 它们之间的一个比较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 新的长期平均成本 是在旧的长期平均成本 在过去的长期平均成本的基础上 乘以一个那么大除以干嘛 那么新的长期平均成本 和过去的长期平均成本 是大还是小呢 也就是说 当规模扩大以后 扩大到原来的那么大倍的时候 成本是增加还是减少呢 这个取决于那么大和干嘛的比较 第一种情形 如果那么大小于干嘛的话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产量的增加幅度 超过规模的扩大幅度 这个说是规模报酬递增 是规模经济的 所以我们看到 新的成本是低于旧的成本的 那么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形 那么大大于干嘛 这样我们就会看到 在生产规模扩大的时候 生产规模扩大到原来的那么大倍 而产量增加到原来的干嘛倍 比那么大倍要少一些 这个时候计算出来的 新的平均成本 LAC6 要比过去的成本 旧的长期平均成本 LACO的要大一些 这是规模报酬 递减带来的平均成本的上升 那么如果说 那么大和干嘛相等 这意味着产量的增加幅度 和规模的库道幅度是相同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新的长期平均成本 和旧的长期平均成本 是相等的 所以它处在一个长期平均成本的底端 是一个相对不变 短期不变的一个情形 所以经济学认为 在长期内 平均成本 边际成本之所以先下降 后上升 是因为规模报酬的变化规律 所以产量的增加 规模的扩大 边际报酬 先是递增的 然后不变 然后递减 而平均成本和总成本的变化规律 也可以用来进一步的说明 总成本的变化规律 感谢观看